我認識Rumina是因為我的一個教練的老師介紹我這個工具讓我去做嘗試 嘗試的過程當中我看到我的Bash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Amazing的一個Splash 因為我可以看到我的外向跟內向是一樣長的 這讓我覺得非常舒服 第一眼就被他撞到了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工具 可以用在我做教練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是允許矛盾的共存 這是我第一次跟Rumina結緣 除了測試中心存在 我們不貼標籤不分類 然後矛盾是共存的 以及人是有無限的可能 它需要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對要來 represent Lumina在一個國家 和Zavier是那個人 因為很多原因 第一,你代表了一種的粉絲 你明白了怎麼去尤為分類的 你愛到財視器 你愛到財視器的人 然後你懂得把這個系統 進行世界上來讓一個分別 這是第一種主意 但有兩種的問題 第一他需要一個很高興的 企業 有人可以做出事件 成為的尋找 提供的信息 那你做的 第三件事是 我們必須聯繫 因為 LUMIN是一個財務協會 我們工作在全世界 所以財產的合作 重複重複重複重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的協會 所以謝謝你為 LUMIN Learning Partner 在台灣 是的 是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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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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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LUMINAR的 seminar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不能幫人 每個人在身上貼標籤 而且其實每個人都有非常多的個性 其實我們可以 可以有不同的狀況下去跟每個人去做合作 而不是 印象主觀來單獨把這個人判別 在一個象限內 看到不同的自己 就是以前沒有很特別的 花點時間看自己的狀況 然後因為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review自己過去的這個 personality 或者是過去十年的用什麼最多這樣子 系統跟其他東西不太一樣的地方 它多過三個下面 就是比較平常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有壓力的狀態 或者是說是一個比較放鬆的狀態 我們要做比較organic的一種系統的方式 可以用在企業組織的文化的改造 尤其是在case study的部分 那我覺得非常有興趣 更進一步的了解 更進一步的了解 謝謝各位